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鬼魔童》 影片一开场,已经离婚的大眼妹带着儿子小正太刚走到家门口 小正太突然发现被女鬼马杀鸡附身的龙套姐正在不怀好意的看着她 小正太一看龙套姐目露胸光,一股尿意当时就涨满了膀胱 两人刚回到家,大眼妹那位酒鬼前夫就打了个电话 小正太说,受我爸打她电话吗? 大眼妹说你爸不是喝酒就是熊花万柳,活得还不如一条狗 到了晚上,当小正太正在画画的时候 刨垃圾的龙套姐突然偷心拉 龙套姐臀肥胸大,很快就把小正太气在了胯下 而就在这危机时分呢,女鬼马杀鸡突然又上了小正太的身了 小正太有了超能力就不客气了 一个大嘴巴就让龙套姐下了地狱 转场之后,龙套叔正在夜店左用右抱吓胡闹的时候 胡子叔即是赶到了 胡子叔说兄弟啊,我现在在你的潜意识里 眼前的这一切都是虚幻的,你根本就没有在夜店 你要是再不跟我走啊,很快就在里面搬 夜店的打手一看有人捣乱可就不干了 经过一场小规模的单挑啊 胡子叔带着龙套叔撒鸭子就了 两人逃进一个房间之后啊 胡子叔推开窗户说 你要是不想见上帝啊,就赶快跳下去 龙套叔身头一看呢,这当下就是一颤 说你别他妈扯淡的 我跟着你瞎寻磨了半天了,你到底是哪路谁线呢 胡子叔说我是学雷锋爱照相的模范标兵了 你要是再不跳下去的话,戏份马上就会被杀了枪 就在龙套叔蒙圈的时候,魔鬼突然就冲进了房间了 龙套叔一看大事不妙,急忙睡着窗户就往下跳 这个时候镜头突然一转,龙套叔终于从自己的前意识里脱了钱 原来这位胡子叔啊,有一种能够进入那些被鬼附身的人的前意识里的特异功能 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这个特长啊,为那些被鬼附身的倒霉袋驱魔 而胡子叔之所以整天不通明不徒利冒着生命危险这么干的 其实啊,就是为了寻找马杀鸡那个大坏蛋 原来作为高等恶魔的马杀鸡得知胡子叔有超能力啊,心里非常的不服气 于是便制造了一起车祸,不仅让胡子叔的老婆孩子丧了命 而且还让胡子叔领了残疾症 一天早上,从范蒂冈啊,来了一位大兄妹 大兄妹把一箱子的美元呢,放在胡子叔的面前 说教皇得知扭绝活,所以想请你啊,为小正太去个魔 胡子叔说,范蒂冈那些神父牧师的法力那么高强,怎么还来找我帮着个忙啊 大兄妹说,有些事你不懂啊,其实他们一个个都是大饭桶 胡子叔说,对不起,娘娘手工房,我这老太监真帮不上忙 大兄妹说,我们已经查明了,附在小正太身上的鬼啊,正是给你有仇的马杀鸡 而且小正太就剩下三天的时间了,干不干的你自己看着办 转场之后,胡子叔和大兄妹啊,来到了大眼妹的家里 大眼妹一看胡子叔那样,显得挺失望 大眼妹说,那些四肢健全的驱魔师都摆不平,他在腿脚估计更不行吗 大兄妹说,驱魔靠的是头脑而不是腿脚 你甭看他不能站着尿,可驱魔还是有一套 胡子叔说,我跟那些驱魔师可不一样 我一不跳大神,二不看手下 我主要是利用超能力进入被害人的潜意识 然后由内而外运气放屁 保证把那些鬼啊,全都熏死下地狱 你儿子现在被那个叫马杀鸡的女鬼啊,困在了梦境里 而且正在一点一点的蚕食他的能量 如果再不把他从梦里拽出来啊,这倒霉孩子就够恰 随后,大兄妹和胡子叔等人呢,来到了小正太的屋门口 看门的老神父一看胡子叔来跟教会抢生意了,顿时就是一肚子气 大兄妹说胡子叔很牛逼啊,你别狗眼看人低 胡子叔进屋之后啊,就跟马杀鸡聊上了 胡子叔说,我一没上你家床,二没烧你家房 你为啥要害得我家破人亡啊 马杀鸡说,你要想知道我害你的动机啊 那你得去问导演那二逼 胡子叔一听,推着轮也就离开了房间了 大兄妹一看,急忙把胡子叔给拦住了 说大哥,你怎么临阵退缩了 用善老师的话说,咱可都是茅房拉尺脸逃啊 你走了,我怎么跟教会交代啊 胡子叔说,你躲个屁,我就是空着手来的,我得回家取工具啊 接下来啊,是一场煽情的戏 胡子叔哭的是惊天动地,可歌可泣 哭完之后啊,胡子叔又把他老婆的项链挂在脖子上 大伙请注意啊,这项链可是胡子叔最后的必杀器 转场之后,胡子叔带着自己的驱魔团队啊 再次来到了小正胎的家里 大兄妹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仪器都干什么用的呀 金发妹说是用来监视胡子叔进入你儿子潜意识的情况 瞧眼没,你儿子这里边的黑斑呢,就是那个叫马杀鸡的寄生灵 接下来,胡子叔很快便进入了小正胎潜意识中的梦境 胡子叔在公园里瞎学梦了一会儿之后啊 便见到了正在跟爹地锻炼身体的小正胎 可胡子叔刚跟小正胎见了面呢,就中了马杀鸡的暗算 住手一看胡子叔的心脏要停跳,当时就瞎尿 急忙给胡子叔打了一针特效药 出师不力,胡子叔挺泄气的 不过他很快就想出了一个馊主意 让小正胎那个酒鬼爹地过来帮忙 企图用父爱把马杀鸡从小正胎的潜意识里撵出去 可小正胎的爹地刚跟儿子见了面 不仅没帮上忙,而且很快就领了盒饭 大眼妹说这什么情况啊 鬼没驱走还把我前夫的命给搭上了 你到底还能不能干呢,不能干,赶快过滚蛋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住手说可坏了菜 那马杀鸡很快就要吃掉小正胎了 胡子叔一看这情况比自己想象的还严重 于是也就玩了命了 转场之后,胡子叔再次进入了小正胎的潜意识 胡子叔说这孙子是个冒牌货,根本就不是你爸爸 而与此同时呢,小正胎也发现爹爹的眼睛发生变化 接下来啊,是胡子叔跟马杀鸡的一场动作戏 胡子叔这边一招老汉推车 马杀鸡那边就回了一招小寡妇毛离 两人一来二去啊 最后胡子叔将老婆的项链塞到了马杀鸡的嘴里 立马就让对方嗝了屁 转场之后,小正胎终于得救了 大眼没激动的上去就给胡子叔来了一口 胡子叔当下一颤马上就心烦意乱 就在几个人准备开庆功宴的时候 诡异的姻母突然又出现了 紧接着镜头一转呢 胡子叔发现自己竟然出现在了医院 看着早已死去的老婆孩子都没事 胡子叔是越想越不对劲 果不其然呢,胡子叔很快就发现是马杀鸡使得坏 接下来啊,又是一场胡子叔跟马杀鸡的动作戏 胡子叔说只要你放了小正胎,我就是你的菜 小正胎被救之后啊 被马杀鸡附身的胡子叔啊 利用最后十秒钟清醒的时间 纵身从楼上跳了下去 他以为这样啊,就能和马杀鸡一起下地狱 可马杀鸡毕竟太牛逼啊 影片的最后啊,由于大兄妹的掉以轻心 当时就被马杀鸡给附了身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呢,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情吧 躯摸本就很扯淡,没事不要下班杆 自不量力去单调,迟早教训点喝饭